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时装周造型爆抄袭,更多细节曝光 迪丽热巴在今年9月展现出了更加令人瞩目的魅力 无论是参加花少舞的录制,还是前往沙特的综艺之旅 在高温条件下,她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尽管在沙漠中和旅途上,她与姐妹们一起度过 但她的忙碌并未减少她在粉丝心中的耀眼光芒 从路透照片中可以看到,迪丽热巴在沙漠中展现出别致的形象 或者匆忙赶路 与此同时,她的同伴秦兰则戴着大草帽,穿着长袖长裙 将自己包裹得炎炎湿湿 然而,迪丽热巴却大方地露出了她的内巴走路姿势 没有采取任何防晒措施 尽管如此,迪丽热巴的风采照片不断涌现 一张她与花少舞的成员在夜晚嬉戏的照片展示出了宁静而愉快的画面 而现在,迪丽热巴的身影已经飞抵巴黎时装周 尽管她的形象仍停留在沙特 粉丝们在9月24日追随她的足迹 第一时间发布了她在巴黎时装周的照片 在路透照片中,迪丽热巴站在逆光处 穿着一袭白色拖地长裙,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 尽管看不清她的脸,但这个造型和背景的烘托下散发着浓郁的氛围 展现出她的魅力 她的粉丝们很快发现了迪丽热巴这套造型的细节 发现她的裙子来自迪奥2014年早春系列 而她的包包则是迪奥的灵格系列,价值超过58000 同时,她的工作室还发布了一组精心修饰的照片 迪丽热巴在其中化身为粉红芭比 穿着粉色套装,金发烫的卷曲,享受着下午茶 对于这个造型,粉丝们纷纷赞不绝口 创作海报来表达对她的支持 并在评论区充满了赞美之词 然而,随着赞美的声音增加,也出现了一些争议 有网友指出,迪丽热巴的这个造型 与某位美女明星的风格相似 质疑她是否在模仿 这位明星曾被誉为红坛女王 而在她的退出后,迪丽热巴成功接过了这个称号 成为新一代的红坛女王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个发型实际上相当常见 不应该之归功于某位明星 有人甚至找出了迪丽热巴早年 挑战短发卷发造型的照片 证明她一直以来都敢于尝试不同的造型 美丽的女性之间的相似性常常让人联想到 而这次的造型既有古典旗袍的韵味 又展现了欧美芭比的精致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我们应该欣赏多样性 祝愿迪丽热巴在巴黎时装周顺利 不管如何 不过,迪丽热巴的时尚之路令人期待 她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持续征服世界时尚舞台 2.时尚新潮流 迪丽热巴的高差礼服引争议究竟是勇敢还是无底线 近日,迪丽热巴再度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 一张她身穿礼服露出高差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网友纷纷议论 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关注和讨论潮流 这一争议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照片中,迪丽热巴身着一袭火红色的礼服 高差开到了腿根,展示出了她修长美丽的双腿 这样大胆的装扮在一瞬间引发了网友的好奇和惊叹 有人认为这样的造型过于暴露,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有失身份 而也有一部分网友持欣赏的态度 认为迪丽热巴有着充分的个人魅力和气质 所以不管穿什么样的服装都能hold住 然而,这一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当今社会气氛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打破传统,敢于尝试大胆的着装风格 高差礼服,深V领,透视装等一系列前卫的设计成为了时尚的代表 这种风潮的兴起也引发了人们对审美观念的不同看法和思考 我们不能否认,迪丽热巴的穿着确实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挑战性 然而,这也无可厚非地展示了他作为一位公众人物的勇气和自信 对于时尚界来说,不断尝试新颖的设计和造型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而对于社会来说,接受并尊重个人的审美选择也是一个趋势 然而,公众人物的形象和行为也需要一定的限制和规范 作为一位明星,迪丽热巴的穿着不仅仅只是个人的选择 更代表了一种形象和价值观 因此,他需要更加慎重地考虑自己的着装风格 避免给一些不适当的信息和示范 我认为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次争议 一方面,迪丽热巴的高差礼服确实让人感到震撼 但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作为一个个体的选择和追求 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人物 他也应该审慎地考虑自己的言行举止 给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榜样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对迪丽热巴的批评 更是对社会审美观的在思考和讨论 我们期待迪丽热巴以后能更好的平衡个人追求和社会期待 为我们呈现更多令人惊艳的造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